附地廣大的戶外泳池充滿南洋風情 每個房間都有獨立景觀陽台 另外還有溫泉可以泡湯 本土疫情稍不停 但郊區型飯店的住房率卻不太受影響 受近期疫情發展的影響 我們目前接下來幾個週末的住房率 大概都維持在八成左右 那跟去年疫情剛爆發只是相較之下 因為現在國人都已經普遍接種疫苗 然後我們飯店也持續加強我們的清潔措施 還有防疫措施 所以這樣子的差異還在接受的範圍內 不像去年湧現大規模退訂潮 郊區飯店客源穩定 像是城邑文旅日月潭分館 假日住房幾乎沒人退訂 但都會區飯店卻沒這麼幸運了 芙蓉的城市型分館退訂率約兩到三成 延期的高達五成 不過休閒型分館退訂比例則不到一成 喜來登住房退訂約一到兩成 餐飲也大多被改為外帶 現在當然不斷地有另外一波的疫情 我們在這個數位平臺上面也意外地 從一個臨時的這個商業的模式 變成我們未來新的成長模式 疫情對我們來說雖然是我們成績 可能是這個獲利最最不好的兩年 但是對我們來說確實反而是最精采的兩年 疫情兩年多市區商務飯店 麗品轉型求生和郊區型觀光飯店 呈現兩樣情 三立新聞蘇寧寬 李萌珊 台北報導